封闭针的作用及其危害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李峰涛 西岩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骨科副主任医师 封闭针的话 我们离床常见的治疗一些 慢性的一些疼痛 比如是一个疼痛 是一个点 是一个慢性疼痛 其实打封闭针的话 其实它的针里面 其实主要用的是 长效的激素和一些麻药 比如说用一些利多卡因 这一类的 还有一些长效剂 比如说第三米松 或者是德宝松这一类的 然后它通过 真把这个药打到一个 就是它的疼痛的一个点的话 有一个缓解炎症反应 止疼的一个效果 但它的副作用的话 其实是比较小的 它是绝不得用药 副作用的种是一些药物的一个副作用 比如说用激素 对一些人来说 可能有一定的副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在 比如说前标的地方的话 打的话 它的一个风险就会小 但是如果稍微深一点的地方 它可能周围有没有血管啊 神经的 这个时候打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损伤周围的一些组织 这可能就是它的一个风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